稍显不足 好玩 把久威给击倒 久威拉得太 强了 他好像没有特别 看到队友的位置啊 他想抓机会 打得很勇 只能这么强 但是这样的话 巨幅直接抱团 私人抱团 主阁击破 别堵住 要处吃的兄弟 铁枪打了两个 这个位置只能上一个 但是人让开了 冲 全堵住了 威拉得太 剩下的两个人 不能辜负队友的这番努力 这个门 就一直想打 这不有点拖时间啊 这个时候大阪有个燃烧兵 手零什么的 直接过来 又到小阳 小阳一波 一穿三 把威拉得太 过桥 悬子这边又被发现了 一枪头一枪身体 很明显的是一个买点位置 没有吃到烂人这边的信息 SMS两把没拿分 这把不会又捐了吧 哎呦已经倒了三个了 他以为侧翼出枪 这一带是没有人 但很可惜这边又是有MCG 另外一个队伍住房 一个枪声在他的视角当中的右侧 没想到左侧右侧 船的声音是可以听到的 是一把双鞠 如果这个时候是一把连鞠 击倒的效率会更高 小北 靠动步枪的一波扫射 再加点射 是把Harry J给击倒 两个人过来了 17分采的小一分的两个人 这一把双鞠命中头部 把鸡子卑鄙给放倒了 小北真的状态很好 之前有一把手雷的一个破点 这一把又是双鞠的一个击倒 精卷的击倒 但是美眉这个相见 击倒了一个 有人得看美眉那个位置 有人能架 有人能架问题不大 这一把的话应该是可以服人的 下注美眉那个位置 17这一边的踩点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军一枪走 是的 这个头现在卡得很好 全是头 所以击倒效率高 鲁鲁之前有一波一场事 也是在防空洞里 这个人打防空洞 巴不加成是吧 这个人打防空洞有意思 另外一次 这是降路gaming和DT啊 DT不是全 完了 让我呼吸 OK 打药 绷带 绷带 完了 OK 哎呀 吃了目前一枪 还不如不打呢 这没办法 只剩他一个人了呀 这SMS三把心态 直接崩掉了 感觉上 我感觉 这一把的 距离非常的接近 应该也是听到了枪声 所以说也没有 继续往前去深入了 赶紧在这边上岸 这DT是兜了个来回啊 对 他把整个小岛的西侧 这个肩脚的部分都兜了一圈 这MCG来的时间不是很凑巧 204人都已经基本上上岸了 能开枪的 但这一波错过了之后 有可能再很难找到机会了 这一波QE 波波打了两个 对 但这波补人会不会出点问题 出事了呀 看一下SMS手上还有没有 但是滑下去了 出大事了呀 12月那边打的 那现在MCG也知道了 对面倒一个的信息 感觉本来踩在 稍微拖了一点 他后面的结果怎么样了 打闪 然后从另外一侧去进 这边不太好上去 可能又要滑 还是得从扔闪的那个角度 去进行一波进攻 左侧探头 只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一些声位 小鹏 王萌的这颗雷杰 是把小龙给击倒 原点有人一直架 确实挺恼火的 挺难受的 波波就起来之后 自己打原药 然后阿毛爬过来了 有没有可能去把阿毛扶一手 是 我们看到另外 右下角的小床 DT和巨斧 也是在码头这边 这一侧打了起来 DT是先到了 巨斧是后到 巨斧本来只有三个人 现在被炸了两个 这基本上靠投注 DT这边 目前这一波出枪 状态起来了 萌萌先跳下去自保一下 但是因为也是抱了一个残血的关系 波波 这站起来之后又立一功 就是这个地形 你要强行去拉大胜位去跟对面打的话 自己是吃亏的 嗯 MCG感觉这波时间算的不是特别的好 本来来的第一波接触 A049已经全部上岸了 这个快枪手波波啊 真的是快枪手 第一波QE 连打MCG两元 后续抓住这个地理 因为跳扎克阵的队伍 这边是什么CG 看到XCG的一个踩点位 嗯 这间按的W 对 摩根兄弟 哦 另外一边的战斗 是爆发在了 Pero和Nu Happy 的一个远距离的作战 完了 没有这个信息 没想到背后来了一个人 哇 但是小北这一发 双鞠非常精准啊 那这样的话 拿车 能不能去扶一手 这个是在掩体后面 谁说这边先是已经没了 17这个地方也不太好 返架DDT 分类啊 17的车感觉也开不了太久了 就卡住了 反正17就是 全边能拿的分 尽可能去拿了 嗯 好 高兴这边是被苏九给寄的 嗯 但这一分的话是被RBS啊 原点的RBS给K掉了 RBS现在进出也很困难 所以能在圈边拿到一些分数 RBS这个位置就是 很好的一个劝架位 嗯 他周围没什么压力 而且Nu Happy那边也不太好动 哦 嗯 这个是相比于其他两个队伍来说 条件比较优势的地方 是 武器大胆拉位置了 这个距离 还是拿连聚会好一点 哇 但是又吃了一枪头 哇 今天这小北的 服的呀 可以在圈里做二次的调度 对 哦 小鬼这里是被Nu Happy 刚才敲了一枪 头已经没了 载具速度比较的缓慢 啊 这是一个上坡 这很难受 主要是两队啊 嗯 RBS和Nu Happy那边都能打得到 甚至最后的一个位置也没有逃脱 对 那Nu Happy现在更多精力也会放在RBS身上了 相互牵手的关系 对 Nu Happy还是希望在这波RBS转移过程当中收获一些成效 但目前来看效果一般啊 周品硯是击倒了个Monsters 嗯 但其实相 这两个队伍的位置啊 其实Nu Happy的位置消显了会更好一点 哦呦 发现了 发现了2014那两个摩 这个 这个摩 这个 扶地的选手 最后2014没有给分 这个缝 应该是AZ可能多漏了一点 是 那Nu Happy也是确定这个信息 就是如果自己要跟Pero打起来的话 没人过来劝架 最后一辆载具 也是要引爆了 所以波在这个坑里面要疯狂地吃这个雷火的道具 嗯 啊 感觉要出事了 XG之前挨了一通炸 自己的投资不是很多 焦阳 是 也是拿到了一个分数 嗯 天梅这边就反卡DT了 天梅这里终于是有多 来 在右边这个侧身有没有漏 噢 露露听到了右边 地宝闪 换波子弹的时间 嗯 没想到露露 对 上一把枪赶得很热 这把状态也依然不错 嗯 就是Cobra其实踩到头顶 拿到最后一个人头 是的 呃 那这样的话反而给到Nu Happy 一波转移到这个 这个地上都是盒子 都是投资物的补给 嗯 哦呦 Cobra这枪 鞠得很凶 嗯 嗯 小彤那个位置不会要被补掉吧 上方继续扔雷 露露一波出枪 把周平给放倒 继续钻着这个烟缝 找一波机会 扔闪了 小彤的输出 锁另一个位置 抛一个雷 感觉对方已经提前拉了出来 在打第二个人的时候 稍微慢了一些 是 露露其实差一枪就没了 他那个血量 对 呃 哦 这是来让KK 一发栓鞠命中头部 把小彤给从车上放下来 对 这是一栋把抱头 嗯 再来 今天栓鞠的出场率还挺高的 那现在 这赶拉过来了 听到了 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三级套加持 吃到了一个任何平的伤害 过来 请脚步撑 好 恭喜到Pero 拿下了今天第三场比赛的胜利 谢谢